那我下来就邀请黄文长 然后请黄文长可以开始 好 谢谢主持人 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 那我下面开始 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基于创建者与机构 名称标志服的应用生态建设 分四个部分 首先是背景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想要 做这样的一个标志服 主要是因为从十几年前 我们开始做那个数字图书馆 然后后来在我们这个项目的 那个负责人潘云和院士的主导下面 就是说现在中国工程院 开始建那个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 那么在这个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 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四十多个分钟心 来自于各个专业领域的 然后呢有一个共通的问题 就是说都会涉及到自己的专家学者 以及他们的学术成果 所以工程院希望就说能够建一个 中国工程科技机构与专家库 这样的一个子项目 那么我们是这个项目的承担单位 这是这个就是专家库的那个 主页的这个首页的情况 然后呢专家库里面就说可以根据 专家的这个姓名机构 去搜索出专家的资料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就是同名同性的问题 也就这就是我们这个姓名标志服的 这个存在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目标 当我们把这些专家不同机构的 同名同性的这个专家清洗出来以后 我们需要给它有一个标志服 那么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国际标准 名称标志服也就是Easling组织 我们跟Easling组织取得联系以后呢 就说成为它的一个代理机构 然后呢其实就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OkitaID 也是跟那个Easling有一个合作备忘录 是它的那个分配的这个代码 也是在Easling的这个代码段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给我们所有识别出来的专家 分配了这个Easling的一个标志服 这是就是说我们这个 起源的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动因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在我们那个专家库里面 有Easling的编号 然后呢在Easling的这个网站上面 也可以直接解析 这个专家的有关的这个学术信息 那么实际上就说Easling是2012年 它开始就说来成立这样一个标准的 那么我们呢就说考虑到在国内的 这样的一个推广 以及它的那个公信力 所以呢我们也申请了一个就是 国家标准这个采标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呢已经在2019年底的时候 是作为国家采标项目的立项了 我们现在是作为项目的 编制单位的召集单位 然后呢在做这个项目的这个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编制 和这个专家咨询 以及就是整个项目的那个推广式的 这些工作 与此同时的话呢 就说我们也建立了一个 自己的这个就是ID的一个解析平台 我们因为是来自于 中国工程院的知识中心 所以我们叫knowledge ID 简称了Key ID 之所以就说要有这样一个Key ID 因为这个Key ID跟Easling 其实是完全对应的一个ID系统 但是呢就说Easling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他没有对你提交的信息 认证通过之前 他不会给你分配ID 那么这个这个是 就是说在技术层面 就需要我们首先就是给我们的学者 在我们清洗完了以后 就要给他一个ID 然后呢再把这些信息 跟Easling进行对接以后 获得就是最终的那个Easling的这个ID 那么同时呢就说 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下面 我们也认为需要有一个 双循环的机制 本身就说中国也需要有一个 自己的学者的ID系统 那么由中国工程院来牵头 做这样的一个ID解析 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就说在我们的这个专家库里面 对每一位专家会同时赋予 Key ID和Easling两个编号 当然这两个编号都是就是严格对应的 是可以用任何一个编号来进行解析的 那么在完成了这样一些工作以后 我们主要着力建设的是就是这个ID的这个应用生态 因为一个好的ID没有一个好的应用生态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推广的 学者不会仅仅因为你可以把我区分出来 来应用你这个ID 所以呢我们的考虑就是说 以这个标志符作为一个连接点 然后呢把相应的数据 学者的数据合作者的数据 关键词库 摘要库 学术数据等等 就是说进行有效的关联起来 那么这个应用呢可以推广到 学者运机构知识库 专家的这个匹配身份的这个认证 以及评价分析等等各个方面 从而就是说为各种类型的用户进行服务 那么出于这样的考虑的话呢 我们首先就是说做考虑建设一个学者云 那么这个学者云的抓手 就是一个学者名片作为入手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微信扫一扫 然后来进行就是说简单的注册 形成一个学者名片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七年的专家库 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后台 有一千万的中国学者的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学术信息 所以当你注册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你注册的姓名和机构 把你相关的学术信息一股脑推送给你 然后你只需要做简单的勾选和确认 就可以完成你的这个自己的学者的 一个成果云的一个建设 所以呢就说我们的这个名片的创建 更改导出分享等等的就说是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能够让你能够用碎片时间 然后呢就说不需要你做太多的输入 基本上只是一个选择过程 把你自己的所有的成果都可以有效的进行认定 最后就完成了就说你的一个在线的一个成果云 它是你随身的 你可以把它作为名片分享给别人 也可以就是说作为自己的一个学术管理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注册的第一步以后 后续的有您有任何的成果发表了 我们都会动态的推送给你 让你做一个简单的确认 然后就归入到你的成果库里面 这样的话就说学者就会有一个可持续的 随身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学术成果的一个管理工具 那么这是针对学者而言 那么对于机构呢 因为大家都在做机构知识库 但是做机构知识库 我看大部分学校都是由图书馆在做 那图书馆做的这个脏活累活 做的时候肯定是要申请经费的 对吧 你申请到了一大笔经费 然后做完了以后 它的可持续怎么样 你比方说你学校有5000个学者 你把它做完了以后 明年它有新成果了 是不是图书馆持续的去做 但是这个时候项目已经结束了 学校是会持续的每年给你一笔钱 让你继续去跟踪吗 一般来说很难 所以呢就说 我们因为做了一个中国工程科技专家库 我们是一直是实时的在更新这些专家的数据 所以我们呢就说提供了一系列的API 就可以给所有的合作机构 你通过API来访问我的这些专家数据 那么也换句话说 就当你建设自己的机构知识库的时候 你只要通过API跟我连接上 那么这些学者的有新的成果 我会自动推送给你 而且呢也不需要你图书馆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每一个学者 他都会在他的学者云里面 他用他的碎片时间 那因为一个学者一年可能就发表几篇文章 十几篇已经了不起了 所以他可能一个月也不会收到一条信息 他只是看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 他的信息就已经更新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新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高校数据资产管理 及应用示范大会上面 我们发表了一个倡议 然后呢有这些学校 就说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希望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专家库的 这样的API的借口 然后呢利用这个EASNIN的标志符 然后把他们学校的这个机构知识库建立起来 而且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推动的一个方案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应用的 我们主要就是对于学术期刊 因为学术期刊传统上面来讲的话 它只能够根据你自己 作者自己有一个介绍 你投稿的时候 你作者有一个介绍 然后它根据你的介绍 你介绍上面说你是什么头衔 你是什么学历 然后你发表过几篇文章 或者说你这是一个基金项目 仅仅就是通过这个编辑 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现在的话 像中国工程员Engineering杂志 它的那个投稿平台 会要求你输入你的KID 或者你的EASNIN的这个编号 那么输入这个编号的目的是什么 它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编号 去我这个第三方平台 去了解你曾经真正发表过哪些文章 你的这些整体的这个学术经历 这样的话可能更好的判断 当前这篇文章 跟你之间就是说学术的这个脉络 那么当然他的这个Engineering的 那个编委会 他也都每个人都有 他的自己的这个EASNIN编号 你也可以通过二维码 扫码直接就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学术情况 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说 编辑部在后台 通过我们提供的工具 他可以把你的投稿的这个文章 进行抽取 把你的这个文章的提名 你的关键词 你的摘要 然后编我的后台 会给他推荐审稿专家 他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文章的情况 来选择最适合进行 就是说评审的这个第三方的专家 这样的话呢 就大大节省了他们的这个工作 因为编辑有时候 因为技术发展非常快 他根本就没办法判定 就是说这个计算机领域里面 这篇文章究竟是哪一个计算机专家 会更加能够熟悉你的这个细分领域 那么我们呢因为有后台有那么多的数据 所以呢就造成就是他 他可以非常快速的给你做一个智能的这个推荐 而且可以根据编辑部的要求 我可以把合作者回避 可以把私生关系给你找出来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说 评审专家跟投稿人之间 没有任何直接的就是说关联关系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可以应用的话的 就是说一个身份认证的这个服务 GEO author这样的一个身份认证 事实上呢就是说 我们之前做这个数字图书馆 这个是我们那个教育部下属的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那么我们在这个门户上面就集成了 就是说通过微信扫一扫的一个登录的一个界面 就你可以直接就是说通过这个 意思是你的这个扫码登录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因为以前我们是需要通过IP range 来进行认证来控制我们的这个知识产权的 那现在就说因为你的手机跟你的身份是绑定的 所以说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扫码登录 来访问我们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推广了以后的话 现在有一些学校像大连海市啊 广东医科大学啊 他们的那个统一身份认证里面 也支持了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扫码登录 来进行就是身份认证 那么这个是就是射纳特的这个CASI 他就是CASI是一个就是说身份认证的一个基础架构 那么我们也成为CASI的一个成员 也就是说在射纳特里面 他也能够接受就是我们通过KID 来进行扫码登录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呢就是说整个来讲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不武术来建设这样一个生态圈 就是说通过一个就是学者唯一标志符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系统 然后把中国工程科技专家库内部的数据进行解析 关联到各种的专家的合作者的关键词的摘要的等等的这些学术数据 然后呢就是说通过数据接口的方式 为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些应用提供这个数据 然后呢有了这些数据以后 它可以进行挖掘和匹配 为很多的决策服务啊 为这个科研机关啊 为那个这种基金评审啊等等的 就是说可以用来进行服务 那么还要多说一句的就是 我们当时申请国家采标的时候 我们就说是中国学者的唯一标志符系统 但是呢就是说专家评审以后 希望我们扩展一步 就是不仅仅是限于中国学者 而且应该是包括中国学术机构 这是刚才曾老师在讲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国外可能是AkitaID 它就是基于学者的 然后那个Rose就是可能是基于机构的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标准 在在在在制定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同时 就是说是给学者和学术机构 都分配这样的一个唯一标志符 以做更好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紧密的这个这个连接和服务 那么未来的话呢 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这个 最后的国家标准是要审定公布 那么当然这个是作为一个推荐标准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标准究竟好不好 实际上是在它的冠标上面 那冠标能不能够成功 实际上就是在它的应用上面 我们之前的那个国家标准的 这个启动会上面 我们也邀请了一系列的这个单位 来参加 那像那个清华同胞 他们是已经明确表示 就是说清华同胞是可以在它的系统里面 全面采纳我们的这个KID的这个标志符系统 然后来保证中国的学术产出 中国的学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有效的识别和关联 所以我们下面就说要做的事情 就第一个就是基于数据的合作 因为我刚才讲了 我们通过API可以提供那么多的接口 任何的机构可以通过API 来获得我们的数据 去做它自己的机构知识库 或者是做它其他的一些应用 那么第二个就是基于认证的合作 因为我天然因为有了这个标志符以后 它的这个身份认证的作用是很强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坐高铁使用身份证嘛 因为身份证也是一个唯一标志符嘛 是吧 所以说我这个是针对于学者的一个 学者身份证 所以也是可以来进行认证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第三方的学术信用平台 因为大家都评审过支撑 你评支撑的时候 你要提报一堆的表格 然后你的表格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呢 又需要到一个第三方机构 去给你盖个章 说确实你的文章是你发表的 或者说你要需要提供 这个发表文章的这个期刊的封面 那么以后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的这个平台里面 作为第三方 我已经把你收集完整了 所以只需要打开这个平台 把你的140符标志符输进去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学术信用平台 那第四个就是说 因为有了前述的这样的一些 数据的清洗工作 以及它的关联工作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学术 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基础平台 你可以 我们图书馆的人做情报分析 最头疼的其实就是 数据的这个清洗过程 在数据已经清洗完成了以后 你的分析是很容易 因为有很多的工具 有很多的这个软件都可以帮你做 所以呢我们就说 希望能够成为这个 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基础平台 利用这个140的这个 标志符的这个关联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学者 学图书馆员就可以做很好的这个情报分析 所以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黄老师 对 我好非常的精彩 而且我觉得让 至少让我 我相信也让某一些参加的人员更了解 目前这个KID跟Eason的一些状况 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些构想的 目前已经达到的成果 好然后我看到有人询问问题了 有一位Leo Elet 他有一个问题是要请问黄老师 他说这个您刚刚分享的KID 是包括各种领域的学者 还是只是工程领域的学者 包括香港地区的学者吗 第一呢就是说 我的这个KID是包括各个领域 不仅仅是工程科技领域 因为我们当时工程院委托的时候 是希望建设工程科技的这个专家库 但是我们实际做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范畴 我们对全领域的学者 都进行了这个清洗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香港地区的学者 我相信有一部分我们是包括的 因为我们当时举职的原则 就是说如果是在中文期刊上发文的 我们肯定全部都有 第二个就是说 在WS的这个那个期刊上面发文的 如果它的national是China的 那我们肯定也都有 所以呢就是说 我不能够保证 就是说香港所有学者的所有成果 但是我相信就是大部分 我们应该都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好的谢谢黄老师 那接下来还有郭老师问你问题 但是我等一下也来 我想说这个问题 我等一下再跟那个黄老师可能一起回答 就是ORCY跟EASM的联系与区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等一下跟黄老师 我想我们这个摆到最后再一起解答 那还有袁老师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想请问黄老师说 EASM是如何获取学者在国内外发表的最新科研成果的 是这样 就是说实际上 国内外最先发表的科研成果的获取 是由我们就是中国工程院的这个专家库系统来做的 因为专家库在工程院的支持下面 就是说我们对于中文的期刊 从CNKI到WIP到万方的3 我们实际上是基本上做到了实时更新 这些数据 然后呢 对于外文的这个期刊 WS的数据 我们也是购买的裸数据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 通过这个后台的这个裸数据的这个清洗分析 基本上能够做到将近实时的 就是说把专家的这个学术成果能够清理出来 那么对于已经认领的 或者说已经申请注册这个EASM的那个标志符的学者 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就把他的成果推送给他 好的 谢谢黄老师 那如果袁老师或者什么 还有想进不了解 或其他老师有想进不了解 都可以在聊天中提问 我们还有一点提问的时间 那黄老师 您要不要就刚刚Orky和EASM的联系来 还是您希望我先来讲一下我的一些观察跟心得 就是Orky和EASM的联系还有区别这个部分 我其实了解的比较少 所以我就讲一两句 然后剩下又 没事 没事黄老师请说 因为当时我们跟EASM进行洽谈的时候 然后我们才了解到 就是Orky的跟EASM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 然后就说Orky的这个ID的这个号段 跟EASM是完全一致的 就16位的这个4位一组 是吧 16位的这样的一个编码 然后这个编码呢 也是EASM也给予预留的 就说是只要Orky的能够提交上去 EASM就完全就是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编码 就这个是我们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粗略的这个情况 好谢谢黄老师 谢谢郭老师的提问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其实就如刚刚黄老师讲的 Orky的技术底层的确是采用EASM 所以当时20121那时候Orky成立的时候 EASM大家留了我不知道有一段就是专门是给OrkyID 所以其实像OrkyID的技术底层的架构 其实就是跟EASM是一致的 可是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EASM跟Orky是两个不同的根据给人的这个辨识吗 那Orky我们的立场是专门针对研究人员 那据我了解EASM这边就是指相关的人 不一定是研究人员 也许他可能是一个 就不是研究人员 比如说演艺人员或是什么像 音乐家对这么说 音乐家等等的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专注领域不同的地方 然后以及EASM的应用发展 就是刚刚其实黄老师有提到 他的架构是有不同的代理机构 那当然在中国就是黄老师这边的 那个背后的机构这边 中国工程院那边应该是取得 也是你的代理的机构对吗 对 对对 然后Orky来讲我们是 Orky来讲是跟会员的机构合作 就是Orky本身我没有什么代理发号的机构 就是Orky本身就是完全维持OrkyID的发送 但是呢Orky是跟不同的会员或者是伙伴来合作 让刚刚其实黄老师一直提到 要建构这个生态权 然后可以让资料更好的流 就是数据更好流通 然后怎么样让这个不只是真的给议论人员一个号 可重点是这个ID要能够起的作用 这是Orky目前比较着重的部分 所以其实如果简单来说 Orky的ID的技术上的那个号可能跟Eason是一样 可是其他专注的层面包含服务或者是关注的焦点 然后我们着重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也想让今天刚好参加各位的 不管是各位的讲者还是各位与会的人都可以更加了解 这两个是不同的定义 专注于不同的任务 这么说好 但是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透过今天这个活动也很想跟大家说 就是有那么多辩识嘛 可是不应该是竞争的关系 是应该是一个就像方老师讲 是一个关联嘛 互相关联起来 然后怎么样那些数据可以流通 然后这个生态圈可以建立起来 然后而且我 对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然后我倒是很想问一下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老师还想提问 但是请欢迎提问 然后我个人有一两个问题 想再跟请教一下黄馆长 不好意思 我今天这嗓子很哑 好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 黄老师这边的后续的一些规划 因为您刚刚其实着重 我觉得在中国本地这个生态圈 其实相当的已经建立的蛮清晰了 然后有很多应用的规划 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中文数据 可能微谱啊 或者是CNKI 或者是万方这边也蛮齐全的 那我不知道说对于其他辨试码的应用 比如说像WS的research ID 现在是Pubulance 然后或者是像ORCII这样的ID 或者是scopus ID 这种比较算 我们说固执就国际性一点 或者是比较西文为主的 不知道这一块的后续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想就说第一个想法就肯定是 其实跟刚才您那个报告当中讲到的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我们的学者去获得 这个Easling或者KID的这个编码的时候 他也可以就是说把他的 比如说research ID或者其他的这个标志符 填入进来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会进行 就是说等同的那个解析服务 然后呢从我这里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至少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说如果在Easling或者KID上面注册以后 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解析平台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解析平台上面 对于学者的学术信息的提供 是完全开放的 就是说他不会去就是控制学者的一些 这个就是说应用 因为我跟清华大学图书馆 也进行过交流 就是说OKIDID就说可能会 就是说在接收到这些学者信息以后 当我们的机构需要再把这些信息 进行再利用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限制 就没有办法 比方说我给了你100%的信息 但是我可能想要导回来的时候 我就不一定能够获得100%的信息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尽量建设一个 更加开放的平台 就是说对于学者对于机构 他都可以获得就是说 我这个平台所提供的所有的 这个数据服务和分析服务 好谢谢黄关张 我想就是端语ORKID跟后续KID这个合作 我们可以有很多共同交流的机会 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 因为其实对OK来讲 我们过往都一直非常想跟中国这些 尤其我们是 其实有一些阿里 像日本又有自己国家的National ID 可是OK跟他们是有一些互动 那我觉得借由今天刚好您的分享 算起一个头 我想后续会有很多可以交流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实际的数据的交流 或者是怎么样进行这些互通 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探讨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 还有一个刘老师 刘Ellett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请问一个人会投识 有不同的意思 你看ORKID对吗 那黄老师你要就意思 你这边介绍一下吗 这个好像是不允许的吧 因为理论上来讲 我们只会同 就是说一个学者 应该只有一个意思 你编号 或者说是KID编号 因为你可能会通过 不同的机构登录 然后去做了这些不同的 就是说这个注册申请 有一段时间之内 你可能拥有了两个编号 但是系统应该会 会在后台自动检测到以后 就会帮你合并掉 或者让你最终确认 你需要最后保留哪一个ID 好 谢谢 那我就ORKID部分回答一下 ORKID这边 那有一些机制来防堵这个 叫设计一个研究人员 用同样的email注册 两个ID是不能允许的 但如果不信 研究人员今天分别 像我可能各用一个ORKIDID 各用一个email注册 两个ORKIDID 那我们有一些机制可以 让这个ID合并在一起 让你只保有一个 你想要保留的部分 那简单来说大概是这样 但是当然 以我们的立场来讲 一个人就是对你一个ORKID 那我们也尽可能的 有一些措施来防堵 研究人员会申请 多个ORKID的可能 大致上是这样 好 那最后还有两三分钟 我想再请问一下 还有我们什么 针对黄老师的分享 想要进一步提问的部分 好 好 那我想鼓掌 谢谢非常 谢谢黄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 那我想我们在11点开始 郭老师的分享之前 想给大家大概三分钟的休息时间 可能喝杯水上个厕所什么的 那我们11点会准时开始 郭晓峰老师的分享 好 那我们现在是休息时间 那我来分享一下荧幕 我们11点会准时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